中秋节是秋季的中间的一个日子 然后也是正好是庄稼收成的时候 所以大家来庆祝这个中秋节 就比如说一棵树 如果你的前辈他把它是种下来 那你一辈子可以在这个树下面乘凉 或者是你的前辈种了一个开心果 这开心果一般要好多年才可以成为果实 那之后后代就可以一直享受这个开心果 那投资也是一样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投资了一个物业 我一个月拿个一万块租金 我以后一辈子啥也不干 我一个月都拿一万万块租金 那我以后我的子孙后代也是一样 如果他表现得好 那我可能会把这物业给他 那这样他也还是有这个收入 所以投资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 它不像有些干活的 比如说你在哪里打工 你打工你才有钱 你不打工你失业你就没有钱了 但是投资物业你做好了 学会了 你把这个物业给买下来了 以后子子孙生 小红书